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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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继承者还是说得过去的 所以既然有了老朋友的关系 大家合作起来就比较愉快了 所以这段历史发明 就在双方不经考察的情况下 站住了脚 我们要注意就是 一般读者 尤其是汉语世界的读者有一个印象 包括很多知名的学者 像张炳林1869至1936之类的知名学者 都有一个印象 我们中国是伟大的 别的不行我们认了 我们确实不是所有的都行 我又不是小粉红 什么SB都相信 别的事情我们不行都是认真的 但是文科方面 特别是历史记录方面 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特长的 对不对啊 世界上很少有我们这样 24史咔嚓咔嚓咔嚓 全本记录下来的这么多 那些荒庇小国 什么丹麦之类的小国 根本就没有什么狗屁历史 它只有用考古学了 但是我们要考古学干什么 我们别的不说 秦始皇以来的历史 我们总算是有记录吧 别的事情我们一百个不行 历史记录这方面在近懂湖比 我们还是有些像样历史学家的吧 应该不比你差吧 这就像是《迎环之略》的作者 他画全世界的地图的时候 都直接了当地抄了英国的地图 他知道这些地方 我们不了解 英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他画得很对 唯独日本例外 他说别的地方我们是不了解 没有英国人了解 但是日本例外 自唐宋以来 我们跟日本打过多少年交道 西洋人欧洲人到日本 才多长时间 别的地方 西洋人比我们看得准我也服了 但是日本方面我们的记载 一定是更准的 于是他就画了 结果他把日本的位置 画在了今天福建东面的地方 比日本真实的位置 像南偏了两个朝鲜半岛的位置 但是他相信清国方面的记载 主要是来自于 敏月和吴月商人的记载 应该是没错的 但是实际上是 敏月和吴月的商人 他们的的确确是经常跑日本去的 确实是对日本相当熟悉 但是他们的天文学知识 是远远不如西洋人的 所以他们根据星星测量方位的能力 比起英国的水手差得很远 英国人测的精纬度大致是对的 而他们测的精纬度 就偏差的有点远了 但是无论如何总是在东面 只要往东走 窝窝窝地跟着风向差不多能到 所以他们也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错误 于是迎环之略的地图 就是日本地图画的最错 而恰好就是因为 日本是清国最了解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 不了解的地方 我TMD认输 老老实实照抄 照抄就对了 只要是照抄 就不会出大麻烦 你要原创一下相信自己 那你就错得一塌糊涂 张炳林和中国的历史学家 更不要说是普通的中国知道分子了 一般就是这个样子 觉得历史这方面别的不说 我们前家知学 考据学 我们是有的 不像是什么非洲部落之类的 历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方法 我们至少是有一点点的办法 别的不说 24史是大家经常考证的东西 被人考证了这么久 就算有漏洞 你应该早就抓出来了 什么古文上书 关系到帝国意识形态 这样重要的东西 我们清国的考据学家 都面不改色的 把它考据出来 证明是尾书 剩下的东西 应该是比较可靠吧 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前家知学士 考证了很多很多东西 像顾 王等家 考证24史 是颇有成绩的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前家知学 比起欧洲历史学家来说 他的队伍是非常单薄的 基本上都是吴越的几百个士大夫 在那里做 在当时 按照明星的标准来说 成绩是很大 但是其实就算是这一部24史 他们没有考证的地方 也是很多的 大家不假思索地相信 24史的记载是非常容易上当的 别的不说 24史的可信度 是各不相同的 就是前后比较可信 就是史汉比较可信 清国编撰的明史比较可信 中间这一部分 民国编撰的原史 宋国编撰的这些新五代史 以及原国编撰的宋史 这些是最不可靠的 大体上是这样 当然还有新旧堂书这样的东西 宋人编撰的新堂书之类的 这些最不可靠的东西当中 就有包括晋堂的士族制 因为记转体的历史书 像24史 很多都是记转体 就是皇帝传 后妃传 大臣传 重要人物传 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 然后是什么 伊生辣之类的 江湖百科全书之类的 重要人物的传统 同给你立了 请问他这些传记 从哪来的呢 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当皇帝 他有皇家起居住 明石路之类的东西 可以给你做依据 大臣之类的东西 最重要的依据 就是他们家后人 留下来的家族 以及像韩退之 祝韩玉 这样的人 写的墓碑之类的 韩退之是什么人来着 他发财 主要是依靠 给别人写墓碑 有钱有势的人家 为了把自己祖先 写得漂亮一点 是愿意动不动 拿几百两银子出来的 别的事情赚钱 都没有那么多 而且他认为 他是一很有良心的 儒家学者 他认为 别的地方撒谎 是不道德的 但是给别人写墓碑 夸张一点 那没有什么 那是成全别人的孝心 所谓于墓之词 取不伤帘 直接了当地说的话 就是你给别人写墓志明墓碑 或者是家传的时候 如果给别人的祖先吹吹牛皮 那不是什么坏事 没有任何人会受到损害 人家的子孙听得很高兴 死人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你老人家也把钱赚足了 又不是对着皇帝撒谎 无产粮食三万金 然后让当地人饿死 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但是大家都希望吹牛皮是不是 都希望自己祖先很NB是不是 满足大家这个共同的愿望 自己又捞点钱 有什么不好 害了谁呢 谁也没有被害对不对 但是有人是被害人 就是未来的历史学家 就是被害者 未来的历史学家 首先写四书之类唐代大儒的时候 著戴定 照例 我们要注意 唐宋之间的人 他不同于司马迁 司马迁有一部分历史 比如说秦汉之间的历史 是新闻报道 比如说 金科寺秦王 鸿门燕他怎么写的 他不是按照现代历史学家 那一套方法 那套方法他不懂 他用的是现代新闻记者的方法 也是穆斯林历史学家 经常用的方法 就是老子 我是一个优秀的采访员 我去采访当年金科寺秦王的时候 在秦王旁边 拿着急救包那个医生的子孙 好吧 他老人家还有子孙还活着 见证人的子孙还活着 穆斯林历史学家是去 我去采访当年跟穆罕默德 或者是他的某些弟子 或者是将领混过的某一个见证人的子孙 他爷爷他爸爸 曾经给他讲过当时发生的事情 于是他就把这些事情 所以鸿门宴之类的故事 金科寺秦王这些故事 写很像报告文学 因为他本来就是报告文学 好吧 当年夏医生在金科寺秦王时候 恰好就在大殿上 他亲眼看见了金科拔出匕首 绕着柱子追秦王 而且请注意下面这部分 很可能是捏造的 而且夏医生说 秦王本来是注定要玩 幸亏我伟大的夏医生及时在场 拿出我的急救包去砸了金科 让金科一刀没有刺中 谢天谢地 大秦帝国就是靠我得救的 但是这点很可能是假的 就是如果他真的立下了这么大功劳 秦王是不是应该给他封侯的之类的 怎么他还是在当医生 而他的子孙到司马迁那个时代 好像还是极机无名 他如果真有这么大贡献的话 是不是秦王可以给他一点赏赐之类的 所以这是很可能是他编出来的 很可能当时他就吓傻了 抱头鼠窜地躲到柱子 或者其他同僚的后面去 生怕金科一刀砍到他自己身上 最后事情平静以后 他又冒出来 他没有胆子在秦王面前撒谎 但是秦国都已经灭了以后 对他的子孙吹吹牛逼 我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 搜搜搜的 美国飞机飞过来的时候 我拿出步枪 搜一枪打下一个美国飞机 回来以后 领导给我评了阴谋 乡下的年轻人都说 你好了不起呀 但是在看美国军方的历史 TMD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 但是你可以把这些历史 记录人民解放军的历史 人民解放军的历史 很大一部分 都是这种子虚乌有的事情 这些事情很明显 是在中国闭关锁国 1972年以前的事情 这种事情台湾有 比如说1949年以后 很多文人就逃到了台湾 这时他们的很多同事 包括比他更加著名的同事 就留在了中国 然后大家相互隔绝 谁敢把那些投匪的文字 拿到台湾来出版 您老人家是不要命了 既然这样 这些SB的作品 就只有我知道了 我把他们的作品 放上我自己的名字 算是我自己独创作品 拿到台湾去出版 台湾读者 显然谁也不会知道 因为那些留在沦陷区的作品 只有中国人才读得到 苏联人可能翻译过一点点 大部分都不知道 自由世界完全不知道 他就没有想到过几十年以后 到了90年代以后 突然怕文化交流 变得可以进行了 那些人在五六十年代 写的那些书 又被拿到台湾来出版 于是大家发现 哇 原来你这个 吃了几十年文坛元老范的SB 原来是个超齐饭啊 你的东西 不就是从他们那 原封不动的照抄来的 你以为冷战会永远继续下去 你可以抄一辈子不被发现 但是结果 你自己还没有死 冷战就已经结束了 很SB的 哦 志愿军那些伟大记录 也是在五六十年代 本来准备美帝国主义 永远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我们一辈子吹下去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美国人也不会来对峙 中国方面谁也不知道 结果没想到 后来改革开放 中美方面的历史交流又出现了 然后就有一些人去对照双方的军事史的记录 结果发现 噁 好吧 诸如此类的步枪 打飞机记录全都TMD是捏造的 好吧 韩玉他们所搞的这些墓碑墓志明之类的发明 效果就是差不多的 本来以为就是我们家自己吹吹牛 在本朝内部跟在其他大臣面前 给自己长点面子 我们家祖先就像是武则天说的那样 咦 我看你们一个一个的家谱都很了不起吧 一个个很牛逼的样子 在古代就已经当了大官 是很重要的人物呢 难道上古时代就没有平民百姓吗 其实武则天就是明明知道 大家都在自己家谱上吹牛 你们的家谱十之八九 比较晚的就是大唐开国时候才有的 比较长久的也就是魏孝文帝471-499那时候有的 什么什么什么汉代公经杨家的后代之类的 那都是你后代发明出来的 但是我也不戳破你 我这样跟你开开玩笑 刺一刺你们的面子也不是要 我也没有意思要干扰你们平支撑 正如我们敬爱的毛主席说的那样 广大知识分子 包括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 一般水平很差 但是他说 我是老革命 应该平支撑平的高一点 还有国统区的投靠知识分子 人家说我是欧美留学生 回来水平比较高 你也给我平高支撑 但是知识分子就说 你他妈的是国民党的人 我们不打倒你 把你送到劳改进去已经谢天谢地 正如国产007那个电影说的那样 嗯 要不是我的话 你这个黑五类早就被打倒了 你还敢怎么怎么的 双方吵得不亦乐乎 毛主席就说 不要紧嘛 平支撑这是 平的不对 我也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革命党 以恶不死人为原则 只要大家都没有恶死 小意思 大家别闹了 住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1月 当然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 人家处理的是军事上的事情 财政上的事情 很重要 狗屁知识分子 评政科级复科级 政国级复国级 富高之称是早十年评 还是晚十年这些事 干我老人家什么事情 这妨碍我老人家当主席吗 狗屁狗屁狗屁 你老人家说 那个不学无数的家伙 评上了富高 我偏偏评不上什么道理 太不公平了 这干我什么事 我只是说 你们俩都没有饿死对不对 蒋介石也是这个态度呀 广大国大代表选举的时候 产生了争议 两个人都跑到南京来 他们都说 我是当选的国家代表 法院也断不了这官司 最后有一个人 被法院判决 是应该上的 另一个人的选举是无效的 然后被宣布 选举无效的那个人 也不肯退出 就在国家会场上面 当场吵架 然后被赶出去以后 他就宣布绝食抗议 蒋介石听了 也是很着急 真饿死人了 面子上不好看 就让陈立夫派人去管医管 结果陈立夫派人去调查一下 就说 不要紧不要紧 他们搞的是 中国是绝食 蒋介石说 什么叫做中国是绝食 就是说 他们绝食的意思 就是他们不正经吃饭 但是他们可以吃那些 不是饭 但有营养的东西 蒋介石说 什么叫做不是吃饭 但是有营养的东西 陈立夫派去的人就说 他们可以喝鸡汤吃香蕉 这些就不叫吃饭 所以他们可以一面喝着鸡汤 吃着香蕉 一面绝食 对外报道 仍然是绝食 但是你放心好了 他们吃的鸡汤和香蕉 比我吃的饭营养还要好 保证他们饿不死 蒋介石一听 去你妈的 这TMD都是什么人啊 我我我我 我不管这些事情了 当时毛泽东还没有说出那种 革命党以饿不死人为原则的话 所以他也不可能到 但是他也说了差不多一样的话 就是说 妈的 我们国民党以饿不死人为原则 就是既然不会饿死 他们爱怎么绝食 就怎么绝食去 我老人家要管的事情 还多得是呢 前线的战事 我都管不完 你们爱怎么瞎胡闹 就怎么瞎胡闹去 OK 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事情就是 TMD不重要的事情 本来不重要的事情 有时候就变成重要的事情 我之前说的那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 跟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的 我知道你们编家谱 是为了平直撑 隋唐是继承南北朝的格局 南北朝 是按照世家大族来算的 什么叫做高粱门第 什么什么门第 门第这玩意 就像现在的第一学历一样 根据广大女性的经验 如果一个男人 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话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会在第一个15分钟 无意地向你泄露这件事情 如果他没有 向你无意地泄露的话 那他大概就不是 哈佛大学毕业的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以及你是博士还是硕士 是学士还是中专 那跟你平直撑 是当然是直接有关系的 当然是学历越高 平得越高 魏晋南北朝的规矩就是 无论哪个皇帝上台 都是家事越久远 平得直撑就越高 你可以想象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肯定会有人 造假学历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亲爱的侯景 503-552就是 我们家 他坦白地说 他自己的祖爷爷 就是一个不识汉字的 鲜卑酋长 我不知道这个家谱怎么编 于是他的顾问王伟 负552就说 皇帝的家谱 一定要编得很长 比大臣的家谱 编得更长 否则的话 你凭什么当皇帝 他们是蛮族 不是汉族也没关系 我负责给你编 筑梁书 卷56 就像是朱元璋的祖先一样 能记得起来的 就是朱四九 筑朱元璋的曾祖父之类的 连名字都记不起来的更多 这个不要紧 知识分子连这点屁事都干不来吗 我替你编 发明一些响当当 非常典雅的名字 这这些人都是你的祖先呢 皇帝有很多祖先 对了对了 当然唐高祖也有很多祖先 他的祖先是李老军的后代 后来又当了西凉的国王 最后一直发展到他们家 但是据陈寅克的考证 他们家的祖先 其实是一个叫做李出古拔的蛮族酋长 跟北魏当军官 然后跟南朝打过仗 后来这些人的子孙 把自己的家谱编得很长很长平支撑 这一点显然是很有效的 他们家不是凭上了唐国公564的支撑吗 如果他们家只是李出古拔的后裔 在魏孝文帝467-499 时代还只是一个终极军官的话 我觉得他们当公爵 应该是很成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跟北魏平起平坐的 西凉国王的后代 当个公爵应该是没问题的 立刻就给你公爵 职称马上就平上了 后来当了皇帝以后 他又觉得 西凉一个小国的国王 当一个大帝国的皇帝 职称还是不够硬 好在不是还有李老军在吗 跟佛祖和孔子平起平坐的李老军 可以当我们的祖先 三教合一 十分的NB 这一下谁能跟我们加别 谢谢 当然大家也知道他是编出来的 所以当时好像就说是 你们家本来是北戴神军 殷山贵种 祝唐护法沙门法林别传 一个蛮族酋长的后代 你非要编一个根本不存在的 子虚乌有的李老军 什么西凉武昭王 351-417的后代 简直是买毒还猪 放着珍珠 不要去要假盒子 当然 大多数文王老百姓 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 皇上说他是李老军的后代 是老子的后代 那你还敢说不是吗 就是就是就是 我们大唐国就是当年孔子都拜过师的老子的后代了 这就是这样的 皇帝家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大臣能例外吗 薛家本来是蜀薛 当然就是晋国的蛮族蜀族 蜀族在北魏时期的晋国 曾经是很难对付 他们经常下山跟朝廷打仗 后来有一拨人被鲜卑人他们收编 然后他就面不改色地说 我这个鼠不是别的鼠 而是三国时期刘备的那个鼠 你看他们不是都叫鼠吗 我怎么可能不是那个鼠 我既然姓薛 三国时期的刘备不是有一个大臣 也就姓薛吗 是东汉的儒家名门 我就是他的后代 当然在魏孝文帝那个时候 知道他们家是什么出身的人实在是很多 你TMD怎么看也不像是儒家学者吗 你十几个大字啊 于是就有很多人 就像现在平之称一样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别人就要来说 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你是梁家河大学毕业的 你那个清华大学的学历 是后来你在福建当官的时候买来的 你没有上过一天清华大学 于是我们敬爱的薛将军就愤怒起来 在御前下面拿出他的长矛 在皇帝面前挥舞 愤怒地说 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 皇帝一看 发出了毛泽东蒋介石和武则天同样的叹息 算了算了算了 吵什么吵 你说是 就是我认了好吧 祝资质通鉴 卷140 奇迹6 于是 蜀靴就变成了蜀国东汉名门师大夫的后代 你后来看北朝时期的名门贵族 各个都是东汉师大夫的后代 包括郭子怡他们家 但是真正考察起来的话 在五湖乱华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的中间 总会出现我们敬爱的薛宗启 干出的这种事情 皇帝虽然给了他职称 但是他也知道这个职称是假的 他就长叹一声说 薛宗启呀薛宗启 这个人当时的名字叫薛宗启 你看他当时已经有点害怕了 所以跟侯景一样 侯景这个名字看上去还是比较充分的 他的祖先那些什么侯一宇舟什么什么的东西 那跟朱四九一样不通 明显是蛮族 他是一个刚刚汉化了的藩江 他说薛宗启呀薛宗启 我看你就改名吧 你不叫薛宗启 你叫薛启宗 因为您老人家的宗族 就是您老人家临时发明的 所以你是启宗 你的宗族就是你发明起来的 OK 我认得你的 就像武则天所说的那样 你们的宗族都这么了不起 我也知道你们是假的 我也认了 你们自己相互包庇搞出来的职称 我按你们搞出来的职称 给你们发待遇就行了 承认习近平同志就是清华大学的博士 按照博士的水平给你评职称 还可以给你出版很多著作 你是全中国第一大作家 古往今来汉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 习近平的著作 比其他会写汉字的人的著作 全都出版的多 如果你不是博士的话 你怎么能写得出这么多书来 所以你就是博士 谢谢 根据同样的道理 薛家就是名门贵族 唐朝皇室就是李老军的后代 这些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就认了你们吧 好吧 这些家谱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 然后像韩玉曾国藩这种人 拿了别人的几百两银子给别人写家谱的时候 别人家的子孙当然要非常强调 我们家平职称的时候曾经认证过的家谱你是不能不写进去的 而且连朝廷都觉得太过于不靠谱而没有认证的家谱 哎 我们不就是私下里面 在乡下的祖宅里面 开一个大party吗 请周围的父老乡亲们来好好吃一顿搓一顿 然后都吃了我们薛家的饭 或者吃了我们苏家的饭 然后我们说 我们苏家的祖先和薛家的祖先十分NB 你还好意思打我的脸吗 不至于这么不知趣吧 大家都通货膨胀 别人都在吹牛 朝廷的职称只承认我们到东汉 我们自己发明的祖先至少要到姚水与汤时代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 你看王家李家不都这么做了吗 我们家哪一点比王家李家差 本来在大随朝的时候 我们家都当副部长的 王家李家才当了个县官 可是现在王家李家把他们的家谱都一直添加到商朝了 请问 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祖先一直添加到姚顺 我们怎么能够维持我们双方原有的相对阶级地位呢 我们家本来比他高的 他发明到商朝以后 我们难道不能挤上天花 就像是比如说美联储量化宽松以后 你觉得欧元可以不量化宽松吗 不量化宽松那不是就我们就吃亏了吗 美国人就收割我们 我们也通货膨胀一下 对了 这样做 我们才能够维持我们副部长对县官的相对优越性 正如林彪同志 在平行关战役结束以后 他偷袭日军一个资重队 打死了几百人 他就上报蒋委员长 我们打死了日军一万多人 请给我们好好立个功 所以后来中国方面的历史都说 他打死了一万多日本军队 当然 为什么他通货膨胀了一百倍呢 当然了 难道就是我一个人这么干吗 耶耶耶耶耶耶耶 阎锡山的部队 刘香的部队打死了十几个日本兵 不是也说他自己打死了几百人吗 他们通货膨胀十倍 如果我不给他来个一百倍的通货膨胀 怎么能显示出我的NB呢 当然他通过膨胀一百倍以后 其他人也会跟上的 你会母产万金粮食 毛主席升你做省委书记 我TMD就不能母产五万金粮食 让毛主席升我到中央去做官了 人都是这样的 于是诸如此类的数据 就是这么搞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历史书记载的数据 是一文不值的 因为这些数据都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但是却有人相信中国历史书记 载出来的家谱是可靠的 其实家谱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 相互攀比的通货膨胀出来的 你吹了牛朝廷 也没有查办你对不对 难道我们家就应该吃亏啊 我得吹一个比你更大的牛才行 然后何况是在乡下 对象不是朝廷 只是一个吃一顿饭 在乡下有面子的问题 在朝廷涉及支撑问题 还管得比较严格 管得比较严格 都吹成这样了 在乡下就是个面子的问题 朝廷一般也是懒得管的 你都已经退休了 回到家里面 去向一些乡下的土财主 说你很恩毙 朝廷真是犯不着管你的屁事 你又不是要造反 你就是要吹牛而已 好吧 就是没人管 没人管的地方 我们敬爱的韩退之韩文豪 敬爱的曾文正曾文豪你 可要知趣啊 你如果只按照朝廷平定的支撑写 是不是对不起 我们请你吃的这么一顿好饭 还有我们送给你太太的那些首饰 和几百两银子 当然 作为一个聪明人 敬爱的韩文豪和曾文豪也不是SB 你说是姚顺语汤就是姚顺语汤 好了你们都是姚顺语汤 所以在唐国的职称当中 家谱从东汉开始的 到了明清时代 家谱就变成从姚顺语汤时代开始 就算是纯纯纯纯纯纯的儒家世代不 他们的家谱都是这样 照顾邪刚的说法是层类的造成 越到后面越高 皇帝是汉朝的时候编出来的 所以他的地位就比姚顺要高 因为姚顺是战国时代编出来的 孔子的那个时代大家只知道夏商 不知道夏商以前还有其他的朝代 姚顺这些都不知道 等到战国的时候 诸子百家都在吹 我对国王说 我的 孔子就比较老实 他老老实实地说 我的道理我是从文王和周公那里学来的 你不能不听哦 周公是不是存在我们不知道 但是周文王周武王是存在的 而周国的封建制度是存在的 所以孔子基本是个老实人 他从来不说商朝和周朝以前的事情 他懂点商朝的事情和懂点周朝的事情 然后说周朝的封建制度更完善一些 然后郁郁护文哉 无从周 我跟你们讲的就是 周公成康之记的周朝封建制度 你一定要听 这个可信度就是比较高的 但是后来礼崩越坏 道数为天下列 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大家都跑到各位国君面前去说 我的道理很NB 你一定要听我的 不能听他的 大臣的职位有限 应该由我当 而不应该由他当 老实人就要吃亏了 你孔子的道理 无非是周朝初年发明出来 周朝算得了什么呀 下商周三代 都是堕落的体现 自从下朝的开国君主家 天下取代公天下以后 世道就坏了 你孔子懂什么呀 你法后王 你法的都是那个 礼约征伐自天子出 都是已经堕落了的后世 以武力夺天下的周天子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们墨家本来比儒家晚出 阶级地位应该更低一些 但是吹吹 NB阶级地位不就上去了吗 你是清华大学出来的 难道我不能是 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吗 如果哈佛大学不认我 我至少可以到 克莱登大学去买一个 中国人谁知道 克莱登大学是个 子虚乌有的东西 心想都是洋人的文凭 克莱登大学 也许比哈佛大学差一点 但是应该比清华大学 强一点吧 我包红健是 克莱登大学的毕业生 怎么能够跟你那些 国内大学的毕业生 同一个待遇呢 我的职称应该高一点 OK 就这么定了 这就叫化鬼醉意 孔子撒起谎来不大容易 因为周公是不是存在 虽然有问题 但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的存在 是没问题的 周朝的封建制度存在 是没问题的 他就算是吹牛吹的也有限 墨家就不一样了 来一个翻身龙奴把歌唱 迅速证明 我们比儒家要强五倍 夏商周的国王都是SB 堕落堕落堕落 你们要靠篡位才能得天下 古代的圣王是最高文明的体现 姚顺宇都是善让得天下 你看他们的道德有多么高 比你儒家最可爱的周文王周武王 要强得多 商周王再怎么报君 周武王毕竟是以臣是君 是不是逼格就比较低呀 我们姚顺宇都是依靠 善让得天下 这个逼格就比你高一层 请看 我们墨家是姚顺宇的继承人 给你讲的不是周公的道理 而是姚顺宇的道理 难道你不应该把这些 儒家SB学者赶去喝洗北风 把大臣的位置留给我们墨家吗 OK 很好 于是到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 通货膨胀就达到了 姚顺宇这个阶段 当然也不能让墨家独自占便宜呀 墨家是战国初年产生出来的 所以他发明出一个大鱼 比你夏商周都要高明得多 儒家也坐不住了 妈的 我们本来是比你墨家高一级的 现在照这么一说 我们只代表周朝 他却代表了夏商周之前的大鱼 我们比他低了一级 怎么能行呢 你以为我不会搞通货膨胀吗 我量化宽松比美联储还要增加十倍呢 大鱼难道是历史的开端吗 以前春秋时代的人 没有人知道有什么人叫大鱼 你莫子说 世界上有个大鱼 是我们家师父说 有就有了 只准你编不准我编 我要说 大鱼不是晒让吗 晒让也得有个对象 他晒让的对象是谁 我们大顺 对啊 那么大顺的天下从哪里来的 既然他逼格这么高 他必然是从晒让来的 那不是 肯定有一个谣吗 姚和顺都出来了 孟子拍一拍脑袋 我要替我的老师 孔子出一口气 维持我们对墨家的相对阶级地位 你墨家是大鱼的后代 我们儒家 注意了 春秋儒家只是周公的后代 现在我们战国儒家要自翻身 我们是姚顺的后代 姚顺还要骑在你大鱼的头上呢 我们比你大鱼更加古老 看一看是谁最会发明 于是战国时代 大家谁都瞧不起 什么慈禅哪周公哪之类的后王了 大家都纷纷去发明姚顺了 然后 姚顺被拥大了以后 怎么办呢 到了战国晚期 快到秦汉的时候 我们再发明一下 姚顺算个屁呀 姚顺之前 还有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其实基本上是厌弃神话 但是没关系 到家起来了 到家说去你妈的 姚顺宇算什么呀 周公孔子算什么呀 姚顺宇虽然比周公孔子要高一点 比起我们的皇帝和三皇五帝 我们无畏而至 比你们什么都高明 我们到家产生的时间 比儒家和墨家还要晚 但是我们也会翻身农奴 我们把我们的三皇五帝 皇帝 发明的比你们的姚顺宇 和周公孔子还要远 于是 自从到家产生以后 三皇五帝就跟着产生了 其实主要是 燕齐沿海地区的神话 加上楚国的神话拼凑起来的 OK 历史就像顾邪刚所说的那样 层类的造成 最后到汉武帝的时代 觉得大家这样发明下去不像话 谁高兴发明就能发明一下 一直向无限延伸 这可不行 我们秦伟大学的司马迁之流的 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核 帝国朝廷决定 A 历史发明学到皇帝为止 皇帝就是我们最古老的祖先 汉武帝继承皇帝 谁敢说 皇帝以前还有谁谁谁的 那就是对汉武帝不忠 咔嚓咔嚓 都给我咔嚓了 广大学者不要灰心 我们不是不给你饭吃 你们可以在三皇五帝以下的 这些伟大圣王当中 做一做文章 这是我们充分允许你的 你们可以随便发明 我保证有你的饭吃 于是中国的历史基本格局 就在汉武时代定义下来了 中国的历史起于皇帝 中国历史五千年 从皇帝开始算起 实际上只有三千年 中间那虚报的两千年 是谁发明出来的 就是从孔子去世到汉武帝 整理历史的这段时间内 广大知识分子竞争性吹牛吹出来的 好了 这个就说得远了 总之 竞争性吹牛的结果产生了 真实出身是蛮族酋长 在唐宋时期 发明为东汉世代部 然后在明清时期 又发明到姚舜与汤 三皇五帝 和其他乱七八糟 不可考证的时代 当然 周天子家八百年天下 这本来就是部落封建化的 正常的现象 向欧洲 向天皇几千年的家谱 原始部落基本上 是确实是没有什么 或至少是很少有什么篡位 朝代的这些事情 因为部落酋长本身的权力 也很有限 也就是打猎的时候 或者打仗的时候威风一下 别的时候 他跟其他各家的权力 是差不多的 也不能够随便杀人 像圣经说的 他也不能要你们的牛和驴子 所以争夺起来 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世代相传的家谱 巫术和武器传播家谱 传得很长 上千年没有问题 篡逆的事情 就像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 是新兴专制 下了山 征服了富饶的费拉领地 有了很多贡品以后 大家的心思都坏了 就像穆斯林所说的那样 最初共和时代 四位哈里发品行都不错 奥马尔同学 从麦加去耶路撒冷 他自己只带了两个仆人 自己骑着骆驼 口袋里面装了一排椰枣 他平时就吃这些椰枣当饭吃 然后他到了耶路撒冷 发现了一帮打扮的 像拜占庭皇帝 或者波斯皇帝的达官贵人 穿着绫罗绸缎 带着无数奴仆来迎接他 他大吃一惊 接着就非常愤怒 抓起地下的石头去打他们 这个故事 就像是晋文公过河回到晋国 他说 我的破衣服就东西都可以扔了 大臣胡言说 我们这些老臣 是不是也该扔了 晋文公顿时幡然悔悟 说不对不对 衣不如心 人不如故 我绝不会背叛我的老臣 我不会说是 回来当了国君 就奢侈浪费起来 然后那些大臣和将军们 都非常惭愧 当时奥马尔还能够控制他们 但是过不了几年 到了乌玛亚家族 乌梅伊尔执政的时代 大家就干脆搞家天下了 选举也不再举行了 我们家的哈里发就要传给我们家子孙 我就要搬到大马什克和巴格达 去过波斯皇帝和拜占庭皇帝一样的宫廷生活 这时候也就不再有一个像奥马尔这样的人 会拿石头来打我了 这就是新兴专制 从共和时代到专制时代 归根就是钱多了 利益多了 人就腐化了 新兴专制产生了以后 那么大家都还记得 原来的哈里发是选举产生的 你就搞家天下了 而且后来的帝王 越来越生于身宫之中 常于妇人之手 越来越软弱 皇帝的大位 你老人家做的 我老人家做不得 你是抢来的 我不能再去抢你 于是天下就变成兵强马撞者为天下 是争抢的天下了 像欧洲和日本这样 在进入文明社会 以后还能够把法统和实际权力分开 正统君主的权力 从日耳曼部落开始 从神武天皇开始一直不能断 但是兵强马撞者得天下 有才能有智力的人得天下 我们也不阻止你 这就是立宪君主制 你们有能力的人 能平定天下的人 你可以当幕府大将军 但是在安毕的幕府大将军见了天皇 也要像风尘秀纪一样 立刻下马跪拜 维持人民的忠心和人民的基本道德观 否则人民看到 天皇可以随便杀随便换 人民的道德还能维持吗 人民的财产还能维持吗 人民的生命和企业家的财产 是不是可以随便抢 社会就乱了 你有才能 我们不能让你一直久居下位 你可以当大将军 但是当了大将军到此为止 不能像曹操那样去篡位 封建君主制 渐渐变成立宪君主制 就是这样的 国王的后代虽然不行 但是像伊丽莎白女王说的那样 怎么说 也不能让普通乡绅的法庭去审判 大不了国王不行 我把权力交给执政大臣 最初封建时代 只是非正式地交给执政大臣 下一任国王 如果有能力还能拿回来 最后到了近代 大家就养成习惯了 这一任国王交给执政大臣 下一任国王也交给执政大臣 世世代代都有执政大臣管 那么国王什么事情也不用管 只需要维持政统就行了 执政大臣最初来自于贵族 上议院是大贵族 下一院也是骑士和士绅 地位也不低 最后教育普及以后 没什么财产地位的人民 也可以选举下议院议员了 最后当执政大臣的人 也不一定是出身贵族 平民也可以了 立宪君主制就是这样发展来的 所谓的民主 只是封建君主制 发展到立宪君主制 这个阶段的原有的 等级制度的一个扩大 它的关键不在于 平民最后参加了政权 而是在于 平民参加政权的过程中 没有发生 毁坏人民基本道德观念 毁坏社会结构的篡逆 所以欧洲和日本 能够顺利实现民主 原因不在于平民参与了 大家的平民都参与了 而是在于下层阶级 逐步参与政治的过程中 朝廷的正统性 和民间人士的财产权的正统性 能够得到维持 否则的话 皇帝可以篡位 像曹操那样 废了原来的皇帝 那么改朝换代的时候 难道不能够夺取 原来的大臣地主的财产 来封给自己吗 所以刘备到成都 首先就超莫刘彰 他们原有的财产 来封给他自己功臣 我手下的人都 嗷嗷地想要钱了 我得让他们满足 那就变成 罗马禁卫军的政权了 新上台 一个皇帝通过军阀战争上台 第一件事是什么 超莫 像奥古斯都通过内战上台 开的这个先例一样 发表功敌宣言 Hustis Publicus 功敌不一定是你的政敌 很可能就是因为太有钱了 所以要抄你家 来犒赏我们的将士 开了这个先例以后 政治就堕落败坏了 变成拜占庭化东方君主国 所以 罗马帝国变成拜占庭 那就是新兴专制 战胜了古老自由 穆斯林帝国 由共和时代的哈利发 变成专制时代的 家庭下哈利发 也是新兴专制 战胜了古老自由 当然中国皇帝更不用说了 那就变成赤裸裸的建筑政权了 欧洲和日本的特殊之处就在于 他在进入文明 有了很多财富以后 通过等级君主 质变成立 现君主的方式 把能力和正统分开来 有能力的人 在民间你可以当管家 总经理拿的钱 其实比董事长还要多 但是董事长 因为他是前任董事长的儿子 你不能打土豪分田 说我有了能力 就抄他的家 你完全有办法 在维持财产权稳定的同时 自己也发一笔大财 他虽然一点都不会经商 但是他毕竟是前任 董事长的儿子 你可以当董事长坐着拿钱 但是别人管事 我总经理替你管事 我挣的钱比你多 因为企业实际上靠我经营的 但是我出身不是继承人 我也不能够抢你的财产 为什么 因为我也有儿子 我抢了老董事长儿子的钱 自己当了董事长 那么我的儿子的钱 也会被人抢的 所以我只当总经理 不当董事长 民间所有权 跟经营权分离 在政治上 君主的神圣权力 跟大臣 首相 幕府大将军的治理权力分离 这样国家和社会 才能够为之稳定 前一代的积累 才能够顺利地保持到后一代 而进入了建筑政治这个阶段 像拜占庭帝国 穆斯林各帝国 和中国帝国那样 那就是 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 民间的财产全都被抄家 君主的正统 皇家图书馆的图书 也被烧一遍 重新做一遍 文明的积累不断中断 所以虽然人口多 但是实际上 生活反而更简陋 科学技术发明 也积累不起来 根本原因 其实就出在这一点上 当然这个也扯远了 就是 唐宋氏大夫的发明 就是这个样子 杨家家谱 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他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 因为他跟我刚才描绘的 唐宋氏大夫不一样 北朝随唐氏大夫不一样 他们不是在帝国的中心地带 而是在边区地带 所以他没有直接进入这个 俯化 汉化 发明家谱 然后改朝换代以后 被全部搞死 因为在边区 所以他才能够维持 周家天下八百年 中央王朝管不到这里 你得靠自己维持生存 所以你还得维持 原有的封建制度 但是与此同时 他就是因为 离中央王朝太近了 可以从中央王朝 拿到很多好处 中央王朝的 像侯景一样的蛮族贵族 后来发明出家谱 变成东汉式大夫以后 他就变成 有钱的地主和财主 没有战斗力了 他自己不能打仗 也不再像成吉思汉那样 收养武士 做自己的义子 没有战斗力了 只能做官 不能打仗 所以中央帝国 虽然广土重民 但是他的大臣不能打仗 民间地主 没有民兵 战斗力非常软弱 很容易在边区吃亏 堂堂一个大堂国 打不过小小的南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 有一个现成的办法 我可以收买别的蛮族部落 让李怀光 729-785 图顾怀安 -765 白当朔方节度使 替我打 最好在这里有一个杨家 他是一个蛮族酋长 但是地方不大 野心也不大 他不会像是匈奴人 突厥人 鲜卑人一样 想杀尽长安 自己来做这个鸟位 把我们家全都抢了 只要皇上好好地给他一笔钱 他作为封建君主钱 是不多的 像日本天皇 到明治维新的时候 也就是各路诸侯 给他进行一些 稀有物之类的物品 他是按照古老的规矩 我的祖先拿多少 我就拿多少 我不能随便立新规矩 想要多拿一点的 免费版15000字 到此为止 由众敬文稿站网址 https-3w.lzjscript.com 欢迎有条件的加入会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